大家好又是我鄉偶卡爾 今天要玩的是GTA Online 今天是10月6日星期四 今個星期Wallstar終於解鎖新載具給大家購買了 新車之前我們先看看今個星期 GTA Online的最新資訊 今個星期豪華車業的展示載具分別有 斯特隆貝格那輛潛水車 以及10F就是今個星期推出的新車 而專名車業的試駕載具分別有 切布列克 戰士 海力歐GTF 呂妖 以及格倫大義 今個星期樂性都車序中的獎品載具是 皆是可 獲得的條件是連續四天在一場 樂性都車序系列賽中名列前四名 而試駕載具方面分別有 煉獄魔 威特 以及怒烤者 另外R號特製私家載具是 武裝依格納斯 今個星期賭場裡面的台上載具是 卡拉卡拉 屬於 南聖安迪列斯超級賽的DLC 特價車方面 Legendary 路敲者 做六折 威特 臉獄魔 臉獄魔 做半架 南聖安迪列斯超級汽車網 海力歐GTF 做七折 切布列克 做半架 以及戰士 做七折 軍火大亨的斯特龍貝格 做七折 房地產方面 今個星期所有事務所做六折 包括它的翻修項目 猜事方面 事務所的保存合約做雙倍 短暫旅程的聯絡人任務 做雙倍 另外審判之日系列的競爭模式 做雙倍 這個審判之日是全新猜事 另外今個星期的登入獎勵 是這個戰爭面具 今個星期解鎖的新載具是10F 跑車來的 坐到兩個人 價值一百六十七萬五千 它這裡寫說可以放 斑尼原狀汽車工作坊路改裝 那就騙人的 不行的 都用第一人清看看它先 造型上是挺帥的 再看看內籠 現在拿它去改裝 戶具 戶具改裝 殺車也改裝 保險光 前保險光 原廠就這樣 再加一個定封極 炭纖定封極 有副色調的邊 斷造定封極 就是那個特色 比較特別的特色 再加一條負色調的邊 炭纖翼撞定封極 再加一條負色調的邊 再來就是斷造的 再加一條負色調的邊 炭纖街車型定封極 然後斷造的 炭纖賽車級定封極 又加一條負色調的邊 再來就是斷造的 再加一條負色調的邊 再加一條負色調的邊 炭纖超級定封極 又加一條負色調的邊 然後斷造的 再加一條負色調的邊 然後也加一條負色調的邊 我選這個, 膚色調碳纖超級定峰液 我一般都要斷造的質感 後保險桿 本身是這樣的 之後可以拆了擴散器 然後整個都拆了, 無保險桿 很噁心, 看到那條排氣管的樣子 整條這樣看 炭纖中車期 看到最底的位置就變成斷造 這個斷造中車期 炭纖擴散器車期, 就在後輪後面 加多兩塊東西 然後又變成斷造的質感 特大炭纖擴散器車期 剛剛那個大塊一點 然後又變成斷造的質感 炭纖羅山式擴散器 炭纖羅山式擴散器 大塊一點在底部 然後又是斷造的質感 炭纖集中擴散器 就在中間 又變成斷造 炭纖輪 然後又變成斷造 這個長條的型 這個長條很帥 就長條很帥 這個長條很帥 還有這個長條很帥 這個長條很帥 這個長條很帥 然後又是斷塑質 這個碳纖集中GT規格 就是剛才那個集中擴散器之後再加兩塊東西 之後又是斷塑 我喜歡這個碳纖集中GT規格 就選這個 引擎,引擎改爆它 派管 原廠的就是這樣 之後變成泰金 然後鋁金 再變成碳纖 然後無限的,泰金無限派管 鋁金 碳纖 這個落合金街車型牌器本 之後泰金 再來就是碳纖 落合金窩輪牌器本 其實我覺得分別不太大 對,真的分別不太大 之後是泰金 再來就是碳纖 我選這個,鋁金牌器本 水箱護罩 原廠就是這樣的 我選擦了旁邊的兩條材料 然後再在前屋那裏 再加一些碳纖潛液 這個碳纖潛液 然後變成斷塑的質素 又是 主色釣通風口 就是剛才拆了那兩條材料 變成主色釣 然後變成斷塑 這個就加上前夕 不過你看過前夕是斷塑 之後全部變成碳纖 碳纖通風口配前夕 然後全部變成斷塑 然後全部變成斷塑 然後主色釣水直通風口 就是變成打直的 本身是橫的那條材料 然後碳纖 再來就是斷塑 這個就是垂直的 再配車旗 主色釣水直通風口 套件 你會加上前夕在這裏 也是斷塑的質素 之後全部變成碳纖 之後全部變成斷塑 這個碳纖潛液車旗就大快點 然後變成斷塑 然後變成斷塑 這個就是兩塊的 碳纖成對前夕車旗 也是斷塑 我選這個碳纖成對前夕車旗 我始終一般斷塑的 這個質素 引擎蓋 原本就一塊 都算光滑的 然後就整塊變成炭纖 然後整塊變成斷塑 很噁心 這個碳纖 就是突起引擎蓋 就突起了兩塊的東西 兩塊的東西 是炭纖的 斷塑 炭纖引擎蓋通風口 我不是多了通風口在中間 這樣 之後那個通風口變成斷塑 拉力用規格引擎蓋 你看到有兩個小的通風口 是左右兩邊的 然後整塊變成炭纖 然後整塊斷塑 主色調效能型引擎蓋 那個通風口變成炭纖 然後變成斷塑 空力引擎蓋 這個通風口比較小 那兩個通風口 然後整塊炭纖蓋 再來就是整塊斷塑 再來就是整塊斷塑 賽車級引擎蓋 一個大一點的通風口 炭纖賽車級引擎蓋 整塊變成炭纖 之後斷塑炭纖賽車級引擎蓋 然後斷塑炭纖賽車級引擎蓋 然後斷塑炭纖賽車級引擎蓋 整塊都是 我喜歡這個多點 拉力用規格引擎蓋 引擎蓋 阿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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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椅 然後三色的 黑紅黃 白色細不潰 你看到有些白色邊 車頂也有 前陸後面也有 車燈後面也有 你看到車燈很特別 有F字形在 紅色細不潰 貴樣 有些日文在 10F 贊助雙重擊 48 0 有Legendary 有The Quick Fix The Quick Fix應該就是 拉機提神飲料 為什麼又在島 又有Legendary 又有提神飲料 然後這個 豺狼標速 有11 然後 德國車頁 半迷彩 一半是迷彩 他 他的圖裝一般 所以我不加圖裝 給他 車鏡 本身是這樣的 然後變成主色釣 變成炭籤 還有變成 短造 那我選擇炭籤 車牌 車牌 又改回自己的名字 噴漆給什麼顏色 他好呢 那我這次給淺藍色珍珠七 這架很搭 複色釣 你會看到複色釣 你會看到 車輪裏面也有複色釣 你會看到 複色釣 我給冰晶白 這個冰晶白 這個冰晶白 裝環顏色 你看到一張椅子也有 裝環顏色給海洋藍 魔衛揮技 加在這個位置 先加上 車頂 車頂旗 你會看到多個 車旗在這裡 主色釣 然後炭籤 斷造的 這個賽車級車旗 大塊一點 然後炭籤 然後斷造的 然後斷造 讓主色釣 賽車級車旗 然後車頂 整塊變成炭籤 整塊變成斷造 炭籤車頂 留下邊 留下邊 主色釣 然後斷造 車尾 然後斷造 然後斷造 陷入車頂 就凹了一點點 炭籤 斷造 這個零線 凸起車頂 就凸起了兩條東西 然後炭籤 再來就斷造 那我選這個 陷入車頂 車側面板 把黑色那些變成主色釣 鋪 然後變成複色釣 再來就是炭籤 這個就是斷造 那我選這個 炭籤面板 炭籤應該是洞的位置 你看到其實旁邊都很光滑 應該是洞的位置變成炭籤 側裙 再加一條在旁邊 炭籤側裙 然後複色釣 加一條複色釣的邊 又是斷造 然後複色釣斷造 又是加一條複色釣的邊 因為炭籤 常常把複色釣斷造 還有消 added 那一邊 再斷造 然後塭那邊 加一條複色釣的邊 鋅 炭纖超級側裙 副色調 斷造超級側裙 再加副色調 炭纖GT側裙 再加副色調 斷造 再來是副色調的 我選這個 副色調炭纖超級側裙 我覺得這個比較漂亮 擾流版 其實它本身擾流版都會自己揭起 這個就變成炭纖 然後就斷造 不過你看它的爪地力都滿了 所以其實都不會影響到 加了妖流版都不會影響到爪地力 這個是主色調鴨尾翼 然後是炭纖 還有一條鞭尾翼 主要是主色調 就是斷造 主色調 平扁鴨尾形尾翼 大塊一點點 整塊炭纖 有幾多妖流版 斷造 斷造的 主色調 全鴨尾形尾翼 我覺得這個就已經影響了 會影響了它上升的位置 你看它中間是有塊東西 它現在的邊是吸了在中間 所以應該會影響到它 升起了自己 這個已經 也是炭纖 然後就是斷造 主色調 極致鴨尾形尾翼 炭纖 再來就是斷造 主色調 街車型尾翼 然後整塊變成炭纖 之後斷造 主色調副廠 腰尾翼 然後整塊炭纖 炭纖 再來就是斷造 炭纖賽車級妖流版 這個是有點漂亮的 之後斷造賽車級妖流版 就是炭纖的位置斷造 然後炭纖大型尾翼 然後炭纖纖大型尾翼 再來斷造大型尾翼 也是炭纖的位置斷造 我也是喜歡低調一點的 我選這個 主色調 鴨尾形尾翼 原吊系統 變速箱就改爆它 鍋輪加起來 車輪就用回原廠車輪 就強化了它的防彈輪 之後加一個藍色的燒輪煙霧 車窗就淡色煙霧 因為我不想遮蓋後面的引擎 要改制這麼多了 可以去試一下車 都開了它的載具門 這輛車很帥 這輛車很帥 但是叫它引擎蓋 只有少少框 但整塊都是玻璃 現在先試車 先試車 它起步那一刻是有點困難的 不過現在都頗好控制 不會特別容易失控 就算有少許延遲也好 有少許延遲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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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貼到地下實實 要感覺到車的車身很重 我煞車都可以 加速度一般 可以看到它需要一點時間 才能升上最高速度 我最高速度都可以 都不錯 不過跟超跑相比 就差一點 但我最高速度是不錯的 這輛車不錯 有少許延遲 有少許延遲也不大影響 對這輛車來的 性能上是不錯的 這輛車 挺好控制 今天有關GTA Online犯罪企業 這個DLC的新載具 10F的改裝和試用 就來到這裡 今個禮拜這輛新車 10F 整體上性能都算不錯 加上造型都蠻帥 所以都蠻喜歡這輛車 我看有些觀眾都留言 在等著這輛車推出 對 今天就來到這裡 之後再到GTA Online 什麼新的更新 我都會盡快把最新的資訊 帶給大家 喜歡的就給個Like 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另外大家記得Follow我的IG 我是香偶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